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炖鸡肉时 千万不要直接焯水 多做两步,鸡肉鲜香嫩滑,不腥又不柴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粉条,倒入热水 把粉条泡半个小时泡软 买了半边新鲜的鸡肉,已经叫肉摊老板帮忙切成小块了 这时候加入一勺面粉 直接下手抓拌均匀 让每块鸡肉都能够均匀的沾上面粉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吸附出鸡肉表皮的杂质 因为面粉的吸附气很强 用面粉抓拌过后再次冲洗的时候 也能够最大程度的洗出鸡肉中的血水 既能够把鸡肉洗得干干净净 要能够去除一大部分腥味 下肩要不停的抓拌 大概抓个一两分钟左右 感觉到有一点黏手的时候就可以了 倒入温水 继续把鸡肉抓洗干净 洗掉鸡肉表面上的面粉颗粒 最好是把鸡肉放在流水下 这样一块块的冲洗 更能充分的把粘在鸡肉上面的面粉颗粒冲干净 鸡肉洗干净后,沥干水分 在这里告诉大家 炖鸡肉不用焯水 因为焯水会让鸡肉失去大量的鲜味 口感也会变得发财 只需要经过刚刚面粉的抓洗 已经去除了一大部分腥味和血水 所以这样洗过的鸡肉不用焯水 直接炖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美味 把鸡肉重新倒回大盆里比较好操作 加入葱段姜片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小许胡椒粉 一勺料酒 在这里需要注意 腌制鸡肉的时候不要加入食盐 因为加入调料以后 鸡肉是要腌制10分钟入味的 如果鸡肉与食盐长时间的接触 就会导致鸡肉的水分流失过大 肉质也会变柴 所以腌制鸡肉的时候不要加入食盐 调料加进来后搅拌均匀 让每块鸡肉都能均匀的裹上这些调料味 搅匀以后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入味 鸡肉的时间准备一点新鲜香菇 洗干净后切成厚片 也可以换成其他自己喜欢吃的食材 比如土豆香芋等等 切好中盘备用 再来几个大蒜切成蒜片 生姜也切片 切好中叠备用 最后准备一点葱绿切成葱段 切好中叠备用 这时候粉条也泡的差不多啦 剪的短一点 把粉条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 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滑一下锅 这样炒至鸡肉的时候 比例粘锅 接着把鸡肉倒进锅中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炒干鸡肉的水分 这样鸡肉的味道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香 鸡肉的水分炒干后加入姜蒜 一少许的老抽皮色 加入适量的食盐 食盐一放下以后马上加热 就不会影响鸡肉的优质 翻炒出香味 出香味后加入没过鸡肉的热水 大火把鸡肉烧开 另准备一个砂锅 把切好的香菇放进去 泡好的粉条也放进去 再把鸡肉转到砂锅中 砂锅的保温性很强 用来炖鸡肉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肉质的鲜美 煮出来的食物特别好吃 盖上盖子中火炖20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来看一看 哇香味不比 汤汁已经吸收到食材里面了 最后撒上葱段美味鸡成 美味的粉条香菇炖鸡肉就做好了 鸡肉吃起来鲜嫩入味不腥又不柴 粉条和香菇都吸足了汤汁 特别的入味鲜香 鸡肉和粉条香菇 风速搭配在一起 营养健康又均衡 这样做好后 一锅端上桌 热气腾腾的 暖心又暖胃 想吃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